现在是下午3点 离球赛开始还有四个半小时 但是现在整个这会儿都在下雨 现在是下午的四点 不对 五点 在七点半的时候 我和谭森要去看一个橄榄球赛 我和他 谭什么 谭什么 完全不知道橄榄球的知识 所以应该怎么去看这张橄榄球赛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所以先坐几站公交去学校 说几站公交 其实这个公交有18站 我的MTF 这门实在是太长了 去哪个叫什么 翻译关城的就是体育场 本系是格里芬体育场 这个名字太那么好 一个非常厉害的插曲就是谭神 在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 他的包被扣下了 因为这个活动好像不让带 准备找一个地儿去把谭神的包偷偷藏去了 最后我和谭神找了很多地方 最后决定把他的包藏在一个 建筑建筑工地的油漆桶后边 哎呦别提了 气死我了 这也是一个考验人性的时候到了 真秀真的是真秀的 我靠我真的都没有设计剧本的 简直了 走啦 我们终于坐下来了 感觉这个劲比我们想的要小的 密歇歇歇歇 谭神别瞪眼了 有什么感觉 感觉就是我的包啊 天哪咯 我们在里面 然後我們要去外面,外面,外面 去吧! 去吧! 然後我們要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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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然後我們不會停止了 我們要去上班 我們現在還有五十米就要到那個地兒了 所以我準備小跑著過去看看到底怎麼樣 天天就什麼想說的 我靠我的包子 我靠! 我的包還在 開包檢查一下 奧利奧一包 巧克力 藍牙耳機 鑰匙 今天的VLOG給彈神的包找著 那邊那邊那邊 以及比賽贏了 作爲完美的結局 我們會見到你們 下次見 愛你美國